你 曾好 季長 原本擔心唐老闆會不會答應要來 卻要出我反而不出現 結果沒想到不但來復約 還只帶了一個小兄弟 你現在有膽識 小兄弟 我們只是喝喝茶來聊天 放鬆一點 來跟鏡傘喝茶聊天 帶那麼多人幹嘛 還說我必須防著鏡傘 在背地裡對我做些什麼 出生之賭不畏虎 小老弟 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一樣 是天不怕地不怕 出來混 總覺得靠義氣就可以行走江湖 但義氣 害我蹲了二十四年的苦 義氣是什麼 是屁啊 後來我就想清楚了 反正錯來說 應該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誰都不要擋誰的財路 這才叫做義氣 對吧 是啊 鏡傘你說的真有道理 這世代講的義氣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些買通別人手下 指使他們去做一些 對不起自己兄弟的事 這叫做假君子 真小人 要這話傳出去 恐怕會讓道上所有兄弟不止 誰不仿著這樣的小人 你說是吧鏡傘 唐老闆 老闆 上次會面之後 我一直把我們的約定 放在心裡 再三地告急下面的人 不准賣藥給邢天猛的人 從那之後 沒有一包要賣到邢天猛的手上 唐老闆 應該有感覺到我們的誠意吧 有啊 自從上次會面之後 你們邢天猛 再也沒有收到任何一包 竟賞得過 是啊 我們的確遵守了承諾 可是很奇怪 還是一直有人挑我們的底線 向警察告密 光上個月 只有三艘船的貨被抄 這讓我不得不懷疑 是不是我們做的還不夠多啊 靜傘 這可就誤會我了 如果靜傘有需要 我可以請下面的去查查 到底是誰這麼不給靜傘面子 好 那就麻煩你了 如果查到了 幫我帶個話 就說 我陳文浩 向來就是有恩報恩 有仇報仇的人 敢在我頭上動圖 那就是明知道對幹了 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 沒問題 一定幫你把話帶到 好 做過什麼事情 做得自己心裡有所 就算別人不說 也該做好 隨時準備償還的心理準備 那 我就先謝謝唐老弟 我這個人 什麼沒有就最有耐性了 畢竟我蹲了二十四年苦勞 其實你只報仇三年不晚 該報的仇 不管過多久我都不會忘記 不知道唐老弟 跟我是不是一樣的人 我當然跟你不一樣 但有仇必報這點 我倒是跟你一樣 只是我呢 向來受人滴水全庸以暴力 無論是恩是仇 絕對加倍分 這麼說來 我們是英雄所見略童 比較多的 更多的 可憐 你不敢說 我來這點 可憐 我來這點